一天出来就是我们的这一场 政治理念我跟共和党是比较接近了 就是说一个是政府少参与一些 然后呢对于这个family value 对于一些这个individual value 就是传统的一些value 我是比较emphasize 比较统一的 Hillary 本身我还好几回都特别支持她了 这一次呢我稍微有点有问题 为什么呢 不是说我本人都跟她有交往很多 原来我们在哈国嘛 但是她那个从我作为她的那个政治理念来讲 是很好 尤其作为woman leadership 我特别希望她当上去 可是作为说她对中国可能属于政治正确的言论 很多人会很反感 我想我还想支持她 川普有几个原因吧 一个是我觉得就是美国现在 这么多年的走势的话 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群里说法 它有点偏左吧 另外我觉得主要是川普跟我们现在 比较新的这些华人的理念呢 就是符合我们华人很多这种架的理念 因为我现在站在中间是最好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选举的话 对我们华人的命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择 比资堡是一个老的工业城市 那边的居民大部分是依靠勤肯的劳动 就是去维持自己的一个正常的生活 所以他们也不想太多的税交了以后 去养活一些不错事情的 我想这个是大家都共同的理念 这不光是华人的理念 因为非法移民现在大量的用福利的话 其实这个对合法移民也不太好 对华人社会来讲的话 我认为是这个历史阶段的一样 选择哪一个党绝对绝对不是重要的一桩事情 关键是要引外美国的政治运作 不光是从voting或者是从其他的一些 我们华人的教育力这是根本的利益 对于这样一个华人2016年这样的时代的话 我们要把真正的代表我们华人的利益的人选出来 大部分华人会对这个 是有觉得他们自个的孩子的权益会认识 但是我有三个孩子 我们家的三个孩子我跟他们谈 我根本就不会impose我自个到平邻处 他们和女孩 老大是女儿 下面两个儿子 你们三个孩子都觉得这不是问题 不是问题 男人进女厕所的话 对女孩子很多还是一个潜在的安全威胁 一个是潜在 实际上这样的情况已经出现过 在北美我是觉得我在任何地方都有好朋友 而且这些人如果不用这个工具 根本是无法想象 我永远可能不能够去跟他们有接触 甚至不可能跟他们成为朋友 但我现在在我觉得在整个北美 我过去的感觉北美很大 我现在觉得北美很小 比较好多好 我跟你们 西北美 北美 我觉得